嗨 我是雪妮 今天沒有什麼華麗的開場 因為大家應該都知道今天是什麼節日吧 沒錯 那就是母親節 有沒有在想說母親節這一天要表演一個特別節目 就跟我媽就是有一種促膝常態的感覺 但是我回去髒話之後我就覺得 太不好意思 尤其自己本身跟家人要表達那個情感的時候 就已經夠困難 那當然如果還要再加上拍影片的話就更變扭 所以我就覺得 不行真的是太尷尬了 所以之後呢 我就想說還是跟我媽一起拍別的比較歡樂一點的東西好了 今天我想要拍這支影片的理由 是我在母親節當天是不在台灣的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希望透過這支影片來表達一下 就是對我媽的那種 love 好那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看到標題了吧 如果要問我這世界上誰影響你最深的話 我媽絕對是其中一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家庭教育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媽呢從小就一直教育我說要省錢要存錢 其中我媽會教導我這個觀念的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其實我小時候的家境並不是到太好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我媽在工廠上班 然後每天每天都加班到非常非常非常的晚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影響就是有一段時間的晚上 我在睡著之前都沒有看到我媽 因為我媽她真的太忙 每天在工廠加班加到很晚 真的覺得我媽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女性 我覺得她對於這個家犧牲跟付出真的太多太多了 我媽其實是一個非常堅強而且又會忍耐 並且很樂觀的一個人 今天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媽的第一步都是包容 她其實不太會直來直往說出她心裡最真實的感受 其實有時候就真的會覺得我媽她真的還蠻辛苦 就是受了一些委屈 但是又沒有辦法對別人說出口 那其實我跟我媽的感情非常的好 那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媽對於整個家庭 對於她的生活真的付出也犧牲的太多太多了 其實老實說我會認真想要存錢跟賺錢的第一個理由 就是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買房子給他們住 雖然我真的不太知道這個夢想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我真的希望可以讓我媽以後在退休之後 可以過一些好一點生活 過的比較安逸一點點 那我真的必須說我媽她是一個非常節省人 但是我覺得她是那種對於自己很小氣 但是對於自己的小孩卻是很大方的那種人 她自己不會吃到太好的東西 但是當我只要提出要求的話 我媽她都會買回來給我吃 結果我就覺得好感人喔 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話就是 有一天假日我媽要帶我到安晴班裡面去上課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聊天聊聊 不知道聊到什麼 我要進去補習班開門的那個當下 我媽就跟我說 以後就算不管家裡發生什麼困難 如果家裡就算沒錢 我也會借錢讓你去讀書 你知道這句話在我心中真的是落下了非常非常大的印子 我那時候才國小我聽到這句話我真的是立馬 濕了眼眶 結果我就覺得 怎麼會讓我媽講出這種話 結果我會覺得 我媽真的還蠻偉大的 那其實現在長大之後啊 我雖然回家頻率沒有那麼頻繁 可能一個月一次或是一個半月一次 就是我每次都覺得回到家的感覺 真的就是不一樣 你在外面你可能得不到這種待遇 但是你回到家裡面就是 真的會有人發自內心的想要對你好 並且她不求任何的回報 所以其實之後我只要回髒話 如果我有空我都會幫我媽化妝 因為我會覺得我媽她工作那麼久了 她其實很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所以我就想說好 至少把她畫得漂漂亮亮 讓她出去也比較有自信 而且看起來也比較好看 好那說那麼多 最後來個感性時間好了 謝謝我媽對於我的支持 以及任何的付出 我知道其實很多時候 我做的不是你們理想中的決定 但是你們都還是很全力的去支持我 那真的非常謝謝你對我們的付出以及關懷 如果說之後煮飯又不小心被油鍋燙到 或是被菜刀割傷的話 記得要去買藥來貼 不要再讓那些傷口留下疤痕了 希望你以後可以不要再受傷 不管是心理上或是身體上 那也希望我以後可以有這個能力 去讓你過一些更好的生活 好好好好好 以上呢就是一些感性時間 那也祝大家今天母親節快樂囉 如果你看到這影片有任何感觸的話 快點去跟你媽說一聲 母親節快樂跟她說一聲 我愛你 或者是打一通電話給她 跟她聊聊最近的狀況 只要媽媽有聽到你們的聲音 她們都會很開心的喔 好那最後最後就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囉